这次DLAY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 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 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达尔桑莫 本期的主要新闻有 欧盟敦促中共保障这些文色的基本自由与人权 南非印卡塔自由党主席致函市政 祝贺美国通过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 市政洛杉桑格出席流亡藏人体育协会成立仪式 亚洲佛教徒和平会通过有关达赖喇嘛 转世问题的决议 宗教与文化部发行格尔登仁波切撰写的书籍 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讨论西藏问题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欧洲联盟在西藏语言倡导者这些文色 于1月28日在中共监狱服刑五年获释之际 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当局无条件地 让这些文色享有基本的自由和各项权利 欧盟在声明中敦促中国当局对这些文色 在监禁期间遭受的虐待、酷刑和礼儒等问题进行彻查 声明还呼吁中国政府历尽无条件释放 所有因行使基本自由与权利而被监禁的人权捍卫人士 并将继续与中国就人权问题进行接触和商讨 这些文色应在2016年1月纽约时报发布的一部纪录片中 讲述中国当局的藏语汉化政策 以及保护西藏的语言文化等话题而被捕 并在审讯时遭到虐待和酷刑折磨 2018年5月22日 中国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对这些文色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五年 另外南非英卡塔自由党创始人兼主席曼格苏图布特莱奇王子 与1月26日致函祝贺藏人行政中央的司政洛杉桑格 祝贺美国通过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 布特莱奇王子在赫汉中指出 南非英卡塔自由党在10年前 已经正式承认了藏人行政中央为全体西藏人民的合法代表 因此希望在信任美国总统乔拜登的执政期间 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能得到相应的执行和实施 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杉桑格于本周二2月2号 出席卫生部下属流亡藏人体育协会办公室揭牌仪式 司政洛杉桑格在仪式上致此时 赞扬了流亡藏人体育协会所取得的显著成就 他强调该协会在正式并入卫生部之前 从2015年开始就与协会进行了接触 而卫生部多年来也对该协会的足球场地 和西藏国母纪念碑年度足球赛事进行资助 司政还进一步强调流亡藏人体育协会要积极培养青年人才 在国家和全球体育平台上取得优异成绩 与卫生部的卫生部部长曲忠汪秋则指出 卫生部将继续向该协会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同时赞扬流亡藏人体育协会自力更生的精神 与此同时亚洲佛教徒和平会 与1月14日在斯里兰卡举行的第13届执行理事会议上 通过了一项有关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的决议 会议针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一致通过以下三点决议 一亚洲佛教徒和平会将继续支持达赖喇嘛转世问题 二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是决定下一世达赖喇嘛转世的文艺权威 支持西藏人民不承认中国政府选定和指认的任何达赖喇嘛的转世 三支持延续八百年来西藏独特的转世制度 来寻防和认证下一世达赖喇嘛 另外为了纪念达赖喇嘛尊者感恩年 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于1月30日 再次出版了有前宗教部部长格尔登任波切 撰写的第69卷教科书《智慧学者之珠》 应邀出席发布仪式的四真洛塞桑格 在至此时赞扬了格尔登任波切和相关人士主动采取措施 退出这一有关为学生提供人类伦理道德和价值方面的教科书籍 据悉由格尔登任波切撰写的《智慧学者之珠》 于2019年2月7日在达恩萨拉的格尔登寺 引来成立25周年庆典上 由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揭幕 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 在日本国会与今日召开会议期间 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理事会 在众议员办公大楼召开会议讨论西藏问题 并向该小组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众中央 驻日本及东亚办事处 新任代表曾旺角部阿罗亚博士 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秘书长 常伟龙先生在会议上至此时指出 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议会支持西藏组织 应重新加强在西藏问题上的努力 并呼吁新级日本议员加入支持西藏小组 该小组主席夏村博文先生在讲话时 呼吁各党派议员加强对西藏人民争取正义的权利 核废暴力自由斗争的支持 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曾旺角部阿罗亚博士 在发言时 向与会的各党派议员 介绍了近期西藏境内外的局势 特别介绍了美国国会通过的 2020西藏政策与支持法案 据了解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主席 夏村博文先生 秘书长常伟龙先生和理事会成员 以及日本国会18名各党派议员等 出席了当天的会议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 请登陆屏幕下方的网址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